像比較偏北北溪的方向 影響到台灣附近的海域 包括在巴士海峽 台灣東南部海域 跟東北部海域 還有在台灣海峽南部的部分區域 那受到這個颱風靠近的影響 那在台灣東半側 已經有一些常浪發生的一個現象 預計今天 今天在台灣東半部 恆春半島台灣南部 以及基隆北海岸 持續會有一些常浪發生的一個現象 那隨著颱風逐漸靠近 在東半部沿海 以及受到海峽這裡地形的影響 在西半側 也會有較強的風浪發生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個颱風逐漸靠近的過程之中 我們也不排除 會在今天上午11點30分的時候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那不過因為現在這個颱風的結構 目前比較鬆散 在昨天晚上在靠近 呂宋島的過程之中 受到地形破壞的影響 所以它的中高層的雲氣已經跨過呂宋島 來到了在菲律賓的西側 在底層目前在底層的中心 在可見光上可以看得比較明顯 不過在紅外線上 現在沒辦法看得很清楚 但是它未來的話 還是朝向我們現在的路徑這樣子在移動 那但是因為在中心 已經沒有比較深的對流影系 所以對在上來的過程 還要需要一段時間再進行整合 之後才會逐漸影響到台灣 那預計影響台灣的時間點在今天晚上之後 在東半部的雨勢才會開始變得明顯 那預計明天跟後天是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也就是在東半部的降雨會變得更加顯著一些 而且會有一些比較明顯降雨的一些現象 那但是在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在西半側的這一個雲氣 因為現在在這個不管是第五號台風 或者在西半側這個雲氣 大致都是在一個較大的一個低壓帶之中 那現在在這個低壓帶裡面 有一些雲氣在發展 甚至有一些低壓的中心 比較複雜一些 所以未來在這個低壓如果整合的比較完整的話 也不排除有稍微增強 為熱帶性低氣壓甚至在增強的趨勢 那預計在明天之後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增強 而且會北上影響到台灣地區 但是它因為現在整合的程度還沒有非常明顯 所以在北上的過程對台灣的影響還要再進行後續的評估 以上是這一節最新記者會